我们有朋友问我们说 化妆品里面有金箔呢 到底对我们这个养颜美容 有没有效果呢 金箔对我们的皮肤 是有养颜美容的效果 还是没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呢 事实上呢 黄金呢 是一个高贵 而且是作性的一个金属元素 它其实呢 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呢 算是一个很高贵的材质 但是呢 因为它本身的一个性质的问题 是惰性的 那并不能说 帮助我们皮肤 达到一个通过的一个效果 简单的来讲说呢 它其实没办法穿越 我们的角质层的一个细胞尖质里面 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那为什么有一些保养品会强调说 它有金箔呢 那可能是一种比较奢华 就是让人家有些想象空间 可以提升这个保养品的品质 那此外呢 反而是我们临床上 常常会碰到一些case 例如说它可能有服用一些 风丝类的药物里面含有金的 或者是说它之前 有擦拭过一些含有金属类的 一个保养品 那反而之后造成一个 摄素沉着的现象 我们叫做金属沉积症 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要迷失 我们的保养品里面就放黄金啊 就是比较有效的 那事实上呢 这一块呢 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科学的一些 化验呢 去理解